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尤其天气阴冷寒流一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体质上手脚都会冰冷 手脚冰冷到底要怎么样来改善 而且手脚冰冷的这一个状态 事实上意味着身体的体温跟循环 确实是比较弱的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改善 这个天气阴冷寒流一来就手脚冰冷呢 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鸿尔祥医生 鸿尔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罗隆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于雅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料理好朋友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是料理好朋友李德权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洪医师 这个我刚刚讲身体的循环身体的体温 照理来讲 这个正常机制比较好的时候 手脚应该都是恒温的状况 因为人体是恒温的 可是偏偏有很多人 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在冷气房待久了 我手可能还好 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冰凉 那天气阴冷寒流一来的时候 有些循环体质比较差的人 更容易在秋冬的时候 手脚冰冷 手脚冰冷这是一个症状 但是确实如果可以改善这些症状的话 可能对我们健康的调养是有帮助 那有一些人一旦生病之后 手脚跟循环变差了 也真的比较容易冰冷 对 每次我在帮我的病患 做一些理学检查 我会按按他的脚没有水肿什么 摸下去 怎么这么冰 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就是老年人才会手脚冰冷 其实不是 很多年轻人 他手脚也是非常冰冷的 那天那个病人是25岁 那来25岁的女孩子 那来的时候他就说 洪医师那个他小便有蛋白尿 然后手脚冰冷 他的描述手脚异常冰冷 即使在夏天 他想在那个温度变化 比如从外面到冷气房 他手脚就开始转白转直 然后会非常麻 非常麻非常不舒服 那更何况冬天 冬天更惨 他会麻到 他的那个 所有的那些暖暖包 都绝对不能离开他的手 只要一手整个会黑掉 那他觉得很不舒服 那最近他就来找我检查 那我就问他 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他说他还会掉头发 那我就帮他做了一系列 除了蛋白尿果然有 抽血 第一个女孩子 我一定想到他会不会贫血 所以看他那个血液常规 那些红血有 他不只贫血 他的白血球 血小板也偏低 然后加上他会掉头发 所以我后来帮他做了一系列的 一些免疫学的一些检查 他有一个叫抗核抗体 也阳性 这个在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后来给他诊断 他那个四肢冰冷到这样情形 那叫雷诺氏症 那雷诺氏症 其实有三分之一 我们雷诺氏症就是 他的周边血管他会血管收缩到异常到让你缺氧 甚至比较严重还会出现一些溃疡坏死 还要去截肢 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疾病 那他有分原发型跟次发型 原发型就不明原因 就是他就是莫名其他对于一些温度 还有情绪的变化 你就会产生一些血管的收缩 但是大部分很多那种次发型的 有三分之一是合并一些自体免疫疾病 那个硬皮症 最常见的是硬皮症 还有我们讲红斑性狼仓 类峰式关节 那因为他那个病患 我觉得整体的是比较像那个红斑性狼仓 所以后来给他诊断是红斑性狼仓 合并我们的雷诺氏症 然后再转到那个凤氏免疫科 去做一些治疗 治疗好之后 你会发现好像冬天 那个就没有那么的冰冷 那其实很多冰冷的疾病 是可以治疗的 我跟你讲 你要先把冰冷的原因找出来 我刚刚讲说 最常见的那个叫做雷诺氏症 那这雷诺氏症 你要找原发型的还是次发型的 把病症找出来 还有叫甲状腺衰退 大家知道很多时候 甲状腺负责是我们基础代谢率 所以甲状腺抗净的时候 他就一直燃烧你的脂肪 有问题 心跳都特别快 然后身体一直热热的 你会发现夏天 他都冬天 他都不用穿很厚的 叫抗净 但你们想叫低下 低下就是他基础代谢率是很低的 他整个人都很容易发胖 他很怕冷很怕冷 那这只要补充甲状腺素 这就会改善了 贫血有分很多女孩子 最常见叫缺铁贫血 那还有其他的贫血 再去做一些鉴别诊断 很多的贫血事实上可以矫正 他们的心脏跟血管的 不是心脏血管疾 其实我们心脏不好的人 心衰竭 当然四肢会冰冷 那但是其实很多周边血管 比如说我们讲说 一些周边血管有堵塞 或者说一些 胜部静脉酸塞的病人 也会出现那种四肢冰冷的情形 还有我们讲 多汗症跟糖尿病的病人 这个比较类似我们讲 自主神经系统的一个缺陷 我们的排汗 还有我们的血管收缩 是一些自律神经在控制 糖尿病的病人 很多周边的一些血管病 跟一些自律神经病变 还有多汗症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叫治愈神经失调 你要针对他的疾病 就要治疗 这些其实很多手脚冰冷 是可以治疗的 那问一下林医师 临床上你们遇到这一个 比方说心脏的衰竭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的血管跟循环系统 受到影响 也会发生手脚冰冷的状态 对 临床上我们常看到 心脏跟血管疾病的病人 其实他会有手脚冰冷的情况 那本身我以前有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伯伯 他本身除了三高之外 他有所谓一个心房症战 其实心房症战这种事情 蛮严重的一个心率不正 因为他可能会造成心脏衰竭 跟所谓的中风的情况 那原则上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因为他心房症战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他就产生一个所谓的急性心衰竭 那急性心衰竭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他其实来的时候非常的喘 养合浓度非常的低 所以X光看起来是两侧都是有肺水肿的情况 那当下我们就让他租到家后病房 那原则上我们给他一点强心剂 我会发现说他其实他的四肢 如果理权你看一下四肢就是种种的 然后冰冷 那原则上病人其实也没有 比较没有元气 那横喘这样子 那用过药之后呢 他其实尤其是强心剂 用完之后那其实他就改善 而且他会非常的夸张 跟你讲说隔天精神变得很好 然后手脚变得温暖 的确你再去摸他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温暖 因为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改善了之后呢 他打出去的血液 可以攻击到这个所谓的器官 跟这个周边的循环 使周边的循环循环顺畅之后 所以你会看到周边的循环 手脚就会变成比较温暖 那我们有一个手板 其实心脏衰竭有分成 所谓的左心跟右心衰竭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常见的是左心衰竭 那左心衰竭就是 基本上我们打出去体循环的话 都是从左边的心脏过来的 那打出去如果他如果产生一个心衰竭 左心衰竭的话 他打出去的血量就不够 不够就会产生什么 如果在脑部的话 就会循环不好 就会头晕 甚至严重到意识丧失 那如果到肾脏的话 小便就变少 那末梢的话 手脚就会冰冷 运动时就会心悸 那心脏内压变高的话 半夜就容易咳嗽 肺压增高 也容易肺水肿 无法躺下等等 那右边的心脏如果衰竭的话 就会淤积到所谓的周边 就叫脚肿 眼皮肿腹肤 紧脾肠 怒脏等等 所以你看到很多心衰竭的病人 所以原则上 我们看到从理学检查 跟他的病史 就会知道心衰竭 常常会造成所谓的人 的一个气血不足 或所谓的没有元气 然后手脚冰冷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 这个健康暖身体的好料理 一年四季当中 秋冬最容易身体觉得比较寒 但是这个季节 就可以吃相对比较暖 比较热的食材 或者香料调味料 然后来平衡我们身体 对 像我们这场上知道 到了冬天 秋冬就开始要吃 麻油鸡 姜母鸭 这个姜 还有这些辣椒类 花椒类 这些辛香料 都是能够帮助你气血循环的 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不妨做一些锅 饱 它本身能够保温之外 它同时用了我们这些辛香料 就能够增强它的温暖度 真的 比方说夏天就不会喝姜汤 但是天冷的冬天寒流 有点姜汤就很舒服 所以安琪老师 今天要做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香蒜鸡肉堡 那这个运用天然的香料 来增加身体的暖度跟活力 对 那我这边 这边我特别用了一些绍心酒 酒也是可以促进身体循环的 对 所以我们烹调的时候 少量 比平常的酒量稍微多一点 我今天这边大概有三分之一杯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菜 除了香之外 它也可以帮助你的气血循环 对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鸡腿肉 去骨的鸡腿肉 好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姜 那冬天现在有老姜 用老姜来爆也可以 更香更好吃 对 那我们有这个香蒜宝 所以我们先用蒜头 那到了冬天就是比较缺蒜头 但是多这个青蒜 所以我们今天两个蒜都用 先爆香的我们是用蒜头 那青蒜我们用在起锅的时候 好 那我们现在锅子里头 有姜片 有蒜头 那待会儿这个鸡肉堡 有两个灵魂的香料 对 其实说说的是三个 一部分是豆瓣酱有辣度 对 一部分是干辣椒 那另外一部分是花椒粒 这大红袍的花椒粒 它原粒就是这样 它原粒就是这样 它是干燥的 它不像绿花椒 常常有些新鲜的青的 那我们这个红花椒的话 多半都是这种干的 那它就分一般的 跟品种稍微香气好 足一点的就是这种大红袍 所以香气更足 味道更足的是 大红袍的花椒 对 然后可是你这个胶粒 其实是已经 有开 有开了 对对对 那有时我们会看到的是 整个壳没开的 没开比较圆的 包得比较紧 那种它纸在里面 花椒纸在里面 那花椒纸在里面 你煮一煮它也会有香气 但是它这个壳上也有香气 所以我们今天拿来炖煮的时候 开不开其实无所谓 对 因为我们要做常常想 我看到洪医生在那边 我会在想这些 心想要怎么下 不会不会不会 洪医师被本节目练到 训练了 就是这个一点辣 这个时候花椒跟干辣椒 都可以下去 先下去爆香 在油里面把它先炒香 那如果怕太辣的 其实干辣椒可以去脂 留下辣椒香 可是辣度就大幅的降低 降低了 对 那这个干辣椒 因为它是干的一个一个的 我们常常如果买一包 它会沉淀 对 它那个花椒的脂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般的花椒 一半是没有脂 好 老师你现在下了这个鸡肉拌上 这个鸡腿肉是不是有腌过 我有腌一下只有酱油而已 只有酱油 对 只有酱油 因为我们待会炖的时间不是很长 怕鸡肉里面吃不到味道 对 所以我就给它稍微拿酱油抓了一下 好 拿酱油抓一下 可是腌的时候不用加久 不用加久 但是待会会 会腌一点黄酒绍心之类的 对 这个是绍心 那我把绍心给它加进来 好 现在有酱香 这个鸡肉有腌过比较快入味 那现在呛一点点的绍心 那所以其实冬天的时候 烹调的时候有一点点酒香 也非常的暖 对 闻起来就很香 对 好 那我们这边酒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一点酱油 好 好 那我今天这边用了一些两个 这个根筋类的 一个是南瓜 一个是我们山药 然后山药也可以大块的下 对 我真的觉得传统的中菜 现在有一些健康的做法 那既会符合小家庭 因为有的时候小家庭 你要每天上三到四道菜好累 对 如果你一道菜都有各种营养素 都包括在内了 对 那你小家庭如果两口只吃饭 然后新鲜现煮把它吃干净 也不要说每天留一堆剩菜 对 那其实这个搭配很重要 对 我们这个豆仑 豆仑也是植物性的蛋白质 然后也是这个时候 它待会会吸饱汤汁的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让它拌炒 对 那给它一点甜的 所以我们放红枣 所以我今天就不放糖了 就放红枣 红枣会带来甜度 带来它的甜味 还不到非常非常冷 四肢冰冷的情形又跑出来 这肢非常地冰冷 可是身体又呈现一个相反的方向 例如它脸是整个潮红 如果说盲目的进补 食品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其实那个南瓜待会稍稍也会贡献一点甜度 那同好是最后了 对 好 那我们就把它盖上锅盖 大概稍五分钟 好 我们稍微加一点水 然后盖上锅盖稍个五分钟 稍稍他的同时请教一下罗医师 我刚刚讲手脚冰冷 很多女孩子有这种症状 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冬天穿得很暖 全身其他地方都还好 就是手脚特别凉 对 没有错 其实像常常就是我们有时候手脚冰冷 大家有时候会被忽略掉 那刚刚洪医师有讲过说 有一部分的人他其实手脚冰冷不单只是一些身体的问题 其实他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有问题的 好像刚刚脚妆腺功能低下确实也会有这个样子 那像这种症状在年轻人大家会比较有些明显 可是有时候那种长辈 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这一部分 像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56岁 那他其实住院那时候 他其实是因为蜂窝性组织员诊断住院的 那治疗一阵子 他其实那些红啊 那些肿啊 这痛的部分都有改善了 但是他还有一点点水肿感觉 那想说他已经急性感染过了 应该也可以就是改成口服抗生素 准备让他先回家观察 可是他出院前一天突然就喘起来 他觉得他只要动一下走点路 他都会觉得喘 所以这样觉得他不正常 就赶快帮他先拍了一张肺部的X光看一下 觉得他心脏其实有点大 跟他的年龄相比较起来 那配合他有点喘 所以就赶快帮他排了一个心脏超音波 那看起来看到他的心包膜外面 有点轻微的积水了 那叫心包膜积水 是不严重 不过后来就问一下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说他妈妈其实从那个 他开始停经之后 他觉得他妈妈有点反应变慢了 活动量开始变比较少 那也觉得比较累累的 而且他反应变慢非常明显 然后有点情绪比较低落 去年他这样冬天的时候 他发现他走路都好慢好慢 家里面明明没有特别的做一些变化 可是他就是常常磕磕碰碰的 那有一次因为他撞到那个桌角 那整个就是伤口就破掉住院 那今年这一次住院也是因为他出去外面散步 然后不小心一跌倒 又擦破皮 变伤口感染住院 这样听起来就觉得说 好像可能甲状腺方面应该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抽血院 果然他甲状腺功能是低下的 那我们很快就帮他补充一些甲状腺素 大概在追踪两三个月 而且那个肿就慢慢消了 那大概一年之后 我们再帮他看一下 他那个心脏的肺积水 心脏膜积水就改善了 其实这些症状我们在年轻人很明显 可是有时候老人家 他如果开始活动量变慢 他跟你说他怕冷 或者你发现他有点情绪比较低落 有点忧郁 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因为年纪大退化 其实也是不一定 所以常常我们神经内科医师 就是老人家来看 有没有可能是失智的时候 他们一定都会帮他验下甲状腺功能 也是因为甲状腺低下 那另外他水肿的部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说 我们甲状腺低下导致的水肿跟一般 比如说心脏功能肺功能不好的水肿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心脏功能肺功能不好水肿 其实压下去你会觉得它凹下去的 可是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 它那个水肿压下去它是不会凹的 因为它里面的不是一些液体 它是一些年多糖体 所以压下去其实不会凹 那如果发现这种状况 就可以直接去新陈代谢科看 做一个检查 那我们一下这个余医师 一般传统的概念 常常会觉得经常手脚冰人的人 可能体质比较寒 但中医的角度来看 也不必然完全就是这样 以前农业社会可能比较多 农业社会吃肉吃得少 营养不良 而且劳动又大 那个呈现是整个身体虚寒 可是现在人是相反 是自律神经失调的 手脚冰冷会比较多 而且如果说盲目的进补 疾病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我之前有接一个经痛的患者 他每个月可能 他都必须要吃止痛药 才能够解决 他后来来门者呢 除了解决他经痛的问题 他也咨询了一个问题说 他以为他是一个虚寒的女孩子 的确他手一伸出来把脉 我发现他四肢非常的冰冷 可是呢 身体又呈现一个相反的方向 例如他脸是整个潮红 会长痘痘 而且也会便秘啊 口干舌燥的这些热相的问题 在我们中医来讲 是属于阴阳不香 瞬间的绝腻的一个症状 他说呢 他其实平常很重视保养 可能三天两头呢 就十全大补汤啊 或者是红枣桂圆姜汤 这样是补下来 发现他的经痛并没有解决 而且他排出来的 经痛可能越来越严重 排出来都是浓稠的血块 也没有解决他手脚冰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经痛是属于 子宫肌腺症的痛 就是子宫内膜 跑到我们的肌肉层 子宫肌肉层 这种的体质呢 只要一进补 他的黏膜一冲血 反而会越来越痛 而且呢 一进补他的痘痘啊 而且过敏状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其实这个状况呢 只要适当的针灸 或活血化育刺激 让他的血液循环 顺利 其实他就能够解决 他的冰冷的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呢 手脚冰冷 在中医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绝症 昏绝的绝 绝症 绝症有分两种 一个是寒绝 一个是热绝 所谓的寒绝 就是全身虚寒的状况 常常见于体质虚弱的老人家 或化放疗之后 那种全身虚寒 他就适合一些比较是人参 肉桂 一些比较大补气血的药物去补 这个对他身体的机能提升 会有帮助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 是属于那种熬夜 吃烧烤炸腊 然后自立神经失调的 那个冷 热绝 这个有一个特征 他四肢是冷的 可是他全身是热的 你会问他说 到底怕不怕冷 他是不怕冷的 握他的手 他手脚是冰的 这个在高压的族群 非常常见 那这种饮食呢 比较适合吃一些香辛料 疏通理气 比如说像安琪老师这道菜 加了很多香辛料 蔬菜 水果 这个疏通我们的气血 反而是对他有帮助的 好 那安琪老师的这个鸡肉饱 现在炖得好香 对 那我们这边呢 最后我们再来调一下胃 因为刚刚这个咸度不是很多 那另外我加一种辛香料 就是这个黑胡椒 黑胡椒也是这个 让气血能够活血的 我觉得胡椒都是 对 胡椒 像传统的酸辣汤是白胡椒带来辣度 对 那我们今天调味的是黑胡椒 然后其实这个汤菜炖菜 天气冷非常好 那这个汤汤水水 除了炖刚刚老师讲的两个根筋类 非常棒之外 其实叶菜这个时候最后再下 那这个青蒜也会很好吃 对 然后吃的时候这个 再下这个铜蒙 那酌量的下铜蒙 铜蒙沾了 因为熟得快 对 沾沾了那个汤水其实就熟了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 这道料理是很适合很适合冬天吃 它的那个鸡肉非常非常软嫩 它主要的基底 我觉得是一个辣豆瓣的那个味道 那加上它只要把它用红枣 把它弄甜了之后 非常好吃 尤其它的那个豆仑 豆仑把那个汤汁吸完之后 你咬一口 哇 整个味道 它的那个花椒有点麻麻的那种感觉 说让你整个身体是又香又热 这个冬天如果食欲不振的老 先生老太又手脚冰冷 吃这道料理 绝对马上整个身体暖起来 真的太赞了 而且我没有想到铜蒙可以这样搭配 然后铜蒙吸的汤汁也非常的好吃 对 那我在想说四肢冰冷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女生 常见的就是那种叫做贫血 因为女生的惊奇 我曾经门诊有个四几岁的上班族 那他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严重贫血 当医生一眼看到你 就脸色发白嘴唇发白 那个都已经到贫血很严重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那个精血量很大 然后他去看过西医师 西医师说缺铁贫血 那要他补铁剂 他补铁剂 因为铁剂不太好吃 他会吃了一阵子又停一阵子 吃一阵子又停一阵子 那反而中医师建议他比较能接受 中医师会用一些食补什么 所以他冬天的时候 他经常手脚冰冷 那他就会吃一些什么姜母鸭 腰顿排骨 麻油鸡这一类 真的是有效 那这种情形直到他生完第一个小孩 他的月经突然变得比较规则了 整个那个感觉 就手脚冰冷的情形也改善 可是他觉得他小孩一下已经7岁 他觉得今年冬天不大一样 他今年冬天还不到非常非常冷 他以前那种四肢冰冷的情形 头晕又跑出来 那他又想起他以前都是靠那些 药顿排骨 姜母鸭 那些麻油鸡 他又继续吃 可是这一次吃 不但没有整个没有热起来 他觉得不对 吃完隔天 大量的小便出现 大量的泡泡 而且人很累很累 然后一直想吐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来我门诊 那我一看的话 第一个我验一下他的 他的血色素真的很低 他的血色素只有6 正常女孩子大概是12到16 他只有1分之1 那第二个是他的肾功能竟然已经剩下20分 慢性肾衰已经到第四期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严重贫血是 他是那个叫做缺铁贫血 加上一个肾阴性的贫血 肾脏不好也会贫血 1加1就大于2 所以他血色素低到这么低 他以前都不知道他肾功能不好 那我现在要请他去输血 输完血之后 补铁剂再打那个叫红血球生成素 三个月之后血色素就拉高到9.0 9.0其实离标准还一段距离 可是很奇怪 他的那个四肢病人就改善 然后他的肾功能20分也拉高到30分 所以很多女生我们讲说 贫血你要去还是要去找原因 不是每个女孩子贫血 都是那种叫缺铁贫血 还有可能是糖尿病也会 还有我们讲甲状腺功能低下 肾脏病就我们讲的红斑性狼仓 红斑性狼仓我刚刚讲那个案例是 他不只红血球降低 白血球血小板 有一些自体棉象 肋风湿关节炎的 有很多很多的贫血都喝 不是单纯只有缺铁贫血 一定要做一些鉴别诊断 他一直在讲说 他吹到冷风就头痛 要小心有可能是 保暖功夫到 到很高血压造成的那个头痛 他刚吃饱饭没多久 全面的血液已经聚集在胃里 又被他脚下去 然后全面的血液往下降 相对性上半身就缺血状况 然后大家泡了5分多钟 觉得眼前一片黑很酷 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的循环不好 有的时候不止四肢冰冷 那万一恶化的话 可能也有节肢的风险 其实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病变 其实全身都会有 像我们今天主要讲我们四肢冰冷 像有两个疾病 就会跟这个有关系 一个是糖尿病导致的周边动脉病变 跟一个是周边神经病变 那周边动脉病变 他就会觉得血流循环会不好 那神经病变会让他的一些周边 特别是脚啊 手指头最远端的那些 他的感觉会比较顿顿顿的 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他刚好有一些伤口 那他血循环不好 他感觉又不太好 他就没办法照顾 感染会比较严重 那像我之前有一个 52岁的一个徐太太 他其实大概三年前就诊断 在门诊诊断了一个糖尿病 那他大概半年内 他就控制得还不错了 那他就觉得说 我控制好了 那他又觉得每次回诊 大概六百多块钱 他觉得很花钱 他就不要看了 那他今年有年初 他回来的时候 他女儿发现说 他妈妈好像有点那个 看起来人类类的 不太怪怪的 他觉得还是给他带来看一下 他当然他就一进来 就跟我说 罗医师你叫我买的 那个血糖机有问题 我这次回家 我看我妈妈怪怪的 我帮他验了一下血糖 那血糖机 一直跟我say hi 他其实不是说 血糖机跟你打招呼 是因为他血糖太高了 那通常我们血糖机的一个范围 太高到报表 对 报表六百以上 他是hi 所以他那个荧幕太大 他不可能把四个字 high都打进去 他就是两个字hi 所以他不是跟你打招呼 那他这样说 那血糖很高 果然那时候帮他验出来 血液里面的血糖 已经接近七百了 那我看他人 好像有点麻烦麻烦 就是有点昏昏了 那一量体温39度 我就想说 我问他说 阿姨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他就说 他其实两个多礼拜前 他那个脚趾头那边被铁条刺到 那他自己铁条刺到 他觉得没有痛啊 没事啊 又感觉比较短 所以他就自己用辣椒膏去贴 其实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 都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就会去用辣椒膏 去贴他的伤口 那他其实感觉不好 血环又不好 循环又很差 所以他其实那伤口就越来越烂了 那血糖就会越来越高 因为你组织在坏时的时候 其实血糖感染 血糖是很高的 果然他去急诊一抽白血球三万多 那感染很厉害 所以整形外科医师就赶快帮他做了一个 第一次的清创手术 那第一次清创手术 那也有跟他讲说 先看看伤口组织养不养得起来 果然很快他其实观察了三五天之后 其实养不起来 那组织还是烂烂的 而且他一直烧 然后血压一直掉 一个败血症状出来了 所以为了他那个担心他有生命危险 所以跟家属讨论过之后 就做了一个节制的手术 那林医师问一下 从这个血管的角度来讲 如果周边的血管阻塞的时候 事实上危险性都很高 对 刚刚罗医师有特别提到 糖尿病的患者特别容易会这样子 因为刚刚提到了长期的糖尿病会造成血管的阻塞 有所谓的大小血管病变 那原则上我本身有一个病人 他是55岁 也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平常他其实烟瘾蛮重 抽烟三十几年 他从年轻就开始抽了 那最近发现说他走路的时候 其实他的右脚很痠很痛很麻 尤其在脚腹的地方 那左脚是还好 那需要走一走的时候需要休息一下 他才会比较舒服 才继续走 本来一百公尺可以一次走完 那越来越严重 到需要休息两次 甚至到三次 那我们就说这种疾病的症状 叫做间歇性的薄足症 那间歇性的薄行症 那其实他就是当迈出步伐的时候 他是没有异状 可是走没多久的时候 脚部就开始酸麻疼痛 尤其在脚腹 甚至有的严重往上延伸到所谓大腿 那稍微前驱 或是坐着一下休息 就可以继续再走 所以他有这种症状 其实来到我们门诊 巴座理学检查 发现他右脚特别冰冷 左脚都还好 有点温温的 所以巴座做一个血管摄影 发现他是一个周边血管的阻塞 那其实在前大腿动脉 他已经完全阻塞 那我们有一张图可以跟大家讲 当你有一只脚 他其实非常冰冷 或者是他的毛发脱落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 像有一些糖尿病组 他没有办法愈合 除了感染之外 有些时候是血管的问题 那会发现说 在这个大腿下面的血管 他跟心脏血管一样 只是大腿血管 那其实又更复杂 所以他万一阻塞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用心导管的方式 把它打通 所以这个病人 其实在右腿 我们发现说 那有一段很狭长的阻塞 所以我帮他放了一只支架 打通血管 那其实这种病人 那其实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他右脚其实在打通的 隔天的时候 你再去摸的话 他两只脚 其实温度就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发现说 还是跟大家讲说 像有一些血管的病变 常常间接性博助 常会被忽略掉 其实大家很多老人家 或是糖尿病的患者说 只是一个所谓的肌肉痛 或是脚酸脚 他不在意 其实他也可能是 很严重的周面血管疾病 那接下来 我们李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暖身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麻油菇菇松板猪 对 这边我们有松板猪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菇 有白铃菇 还有我们的柳松菇 OK 然后这边我们就用胡麻油了 秋冬其实麻油真的也是很暖 两大匙 然后我们准备一些姜丝 因为这个姜我们要直接吃 所以我们通常会切丝 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就切片 那因为麻油它本身就有一点苦味 所以就不要太热 太热去煸的话 苦味会更重 师傅你今天片了一些猪肉 今天用了松板猪的部位 这种片法要顺纹逆纹切 逆纹 逆纹斜片 那如果不是用这个部位的猪肉呢 就用可以用那个什么梅肉 梅花肉 梅肉或者是腿肉那个都可以 那一样是逆纹是不是 对 尽量用逆纹 片状我们就用逆纹 片状用逆纹 那丝状呢 就要顺纹 真的喔 因为你丝状如果你逆纹的话 它会断掉 你炒一炒变成碎掉了 所以你一丝一丝的时候 你要让它纹路是 因为它很细 你就没有吃起来很老的问题了 对 那你要让它能够粘得住 如果你逆纹的话 它会断裂掉 所以这有学问 好 这边我们就把松板猪就放下来 好 这个时候就让它拌炒 松板肉其实它 它的那个筋其实有筋 对 它那个筋是 吃起来是脆脆的 所以呢 松板猪好吃就是因为那个筋是脆的 所以就不要把它煮到很烂 很多人煮松板肉要把它炖到很烂 那就你就不要吃松板肉 你就吃别的肉 所以这个肉的话要吃脆脆的 我们就大概炒一下煮一下 其实就可以吃了 熟就可以了 好 变白现在可能是五分熟 这个时候菇也可以下去 对 这个时候变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白苓菇 好 这两个菇都是脆的 对 这个也是脆的 所以它吃起来都是脆的 所以为什么你搭配这两个菇 对 所以我如果随便搭那种红喜菇美白菇 也是可以搭 但口感可能不一样 口感就是不一样 就是它比较软一些 所以这都是学问 你没有讲这个的话 在我眼里它就是菇嘛 对 这两个菇是 这两个菇你通常是吃脆的 真的 对 它就是吃脆的 那什么菇吃不同口感 像香菇肥厚 像红喜菇 雪白菇 鲜香菇 鲍鱼菇那些都是 软软烂烂的 好 这边我们加米酒 米酒 好 然后我们枸杞 枸杞把它放下来 然后我们加一些水 加少量的水 对 这个水不用太多 这个水只要盖到一半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就会稍微闷煮它一下 闷它的同时请教一下 余医师 刚刚讲手脚的冰冷 有的时候是跟循环有关系 所以如果适度的按摩 或者是穴位的刺激 也可以有做体质的 一部分的调整改善 对 因为穴位就像我们人体的药库 那适当地去刺激一些重点的穴位 除了能够刺激局部的循环以外 也能够透过经络 影响到我们的全身气血 以及五脏六腑 那我介绍我们三个常用的一些 手脚冰冷 改善手脚冰冷的一个穴位 这个前提就是要经过检查 没有身体的其他疾病 只是亚健康族群的虚寒比较适合 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关圆穴 关圆穴就在肚脐的正中央 往下四根手指头三寸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下丹田的位置 那个地方的话是常 在中医学的理论是常 我们全身的精气和元气的汇聚之所 所以我们去刺激这个穴道 有很多个方法 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局部的揉捏按摩 也可以常常用那个热吹风机 去做一个热揪 甚至如果说有些患者的话 可以做的话 我们常常鼓励他去药房 把那个艾条 这个是艾草做的一个艾条 把它点燃像香烟一样 去熏它的一个穴位 还可以做一个隔浆揪 就是把姜片切姜片 放在穴位上做一个隔浆揪 对于一个热力 影响到全身的热力元气 是一个非常好的刺激 我之前有一个 所以我打个岔 假设不会做这一些专业的 最简单的就是家常的吹风机 热吹风机 然后吹风机稍微吹一下 吹到大概三五分钟 三分钟就好了 就是隔着一点点距离 然后稍微吹一下 可是这个穴会会影响我们的循环 循环 吹到皮肤为红为热 不要烫伤为主 对 那我之前有一个老奶奶 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 让她循环的变好 因为那个老奶奶呢 其实年龄大 大概已经七十多岁 七十五岁以上 胃口很不好 平常都不太喜欢吃东西 然后行动也不太方便 每次就医的时候 都有她外用 推着轮椅走进来 那其实她身体呢 也没有具体的疾病 就是元气非常的虚弱 四肢非常的冰冷 她就是我刚才讲的寒绝 寒绝有一个状况 她不是只有四肢冰冷 她是冷到手肘以上 全身都是这样冷冷的 握她的手 不是只有手冰冷 我去看她的四肢 身体躯干都是冷的状况 那其实她没有其他疾病 只是虚寒 像这种呢 就很适合像那种 食拳大补啊 麻油肌 或是我用药 也用很多的肉桂 腹子干浆这一系列 去温她的氧气 那时候呢 我就教她的外用 用一些穴位 熏蒸的方式 那有教她怎么食用 比较安全 大概一阵子过后 大概一个月过后 至少那个脑奶奶 气色有比较好 手脚有比较暖 那第二个穴位 我当时介绍的是劳宫穴 这个劳宫穴呢 就是最简单 是我们手握拳的时候 中指点到 手心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握拳 中指点到的地方 这样子揉捏哦 大家试试看 大概揉捏了连续三分钟 其实手心就热起来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 心胞若筋的一个大穴道 跟我们心脏血环 是最直接相关的 然后第三个穴道 涌泉穴 是圣经的圆穴 在我们脚底前 三分之一脚窝的地方 在我们长高的时候 要做长高门枕 也常常刺激 这个圣经的穴位 这个是我们 所谓的圣经 是先天之本 也就是先天的元气 汇聚的地方 那我们简单 如果说手摸不到的话 其实简单 就是踩那个脚底按摩 或者是说 我常常交换着 心胜相交 是怎么样 手心去拍脚心 手心拍脚心 同时拍的话 其实让那个心肾 两个交流 经络交流起来的话 四肢很容易就温暖起来了 好 那同时间 我们师傅这个 麻油松板猪 也好了 来 最后呢 对 我们只要加一点盐 调味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光是冬天 只要讲到三个东西 一个是麻油 一个是米酒 一个姜丝 这三个东西 你还没吃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热起来了 它的松板猪 那个口感是非常有嚼劲的 那它的这两个菇 白铃菇跟柳松菇 那也是有嚼劲 其实搭配的其实是刚刚好 那加上它的汤头 只要喝下去 哇 整个就暖起来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一个冬天很赞的 一个暖身的一个料理 大家知道 我们年轻人食欲是旺盛 热量是够的 爷爷奶奶食欲很少 热量不够 很容易就手脚冰冷 尤其在那种天气冷的时候 那我有一个爷爷七十几岁 每次都来洗肾 每个礼拜要洗三千 那他最近发生冬天的时候 他每次来都要先跟我的 护士小姐要止痛药 他说为什么要止痛药 他说头痛 他说他以前只要在通天 他认为应该是风吹到头 头就会痛 护士小姐就帮他量一下 他的血压 再量了之后就发现 他四肢是冰冷的 然后血压高达180 其实你要发现 爷爷奶怎么保暖 他们很多时候中间会穿得 跟熊一样的多 可是他上面脖子以上 完全没有保暖到 我们有统计七成以上 冬天热量是从脖子以上流湿的 真的 比如说我有打领带 我就打领带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很保暖 没有打领带的时候 热气是会从这边一直散湿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脚 比如说我们的时候 中间穿很保暖 可是我们的裤子只穿一件 所以很多爷爷奶奶 会穿那种卫生裤 那个才是非常保暖的 那我后来就请奶奶 帮爷爷就是围围巾 然后戴毛帽 然后再戴口罩 然后你知道吗 只要这样子来这边 一凉 血压只有150 你知道天气冷的时候 他血管就收缩 收缩血压就高 那四肢就冰冷 那头痛 所以都是这个叫天气冷 造成的血管收缩造成 你只要保暖工夫做到了 整个就改善了 所以你家如果长辈 他一直在讲说 他吹到冷风就头痛 要小心有可能是 保暖工夫不到 造成高血压造成的那个头痛 真的 那问一下李医师 刚刚讲温度是心血管疾病 非常重要的杀手 尤其是温差 心肌梗塞是什么时候最多 不是很冷的时候那时候最多 是突然要变冷的时候是最多的 我们都知道温差的确对心脏跟血管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刚刚宏医师特别提到 当我们天气变冷的时候 尤其这个温差一掉下去的时候 我们血管就会收缩 我们胶感神经会兴奋 所以我们血压要上升 我们的心跳会变快 这时候心肌梗塞就容易发生 那我本身就有一个45岁 他其实还蛮年轻的 那原则上他就是抽烟 那原则上刚刚提到的 他没有任何的病史 只有他觉得他有一点高血压 可是都没有在控制 那来的时候就是心肌梗塞 急性胸洞喘 那做心脑人发现说 他有两条血管非常严重 因为在左前江的前段到中段的地方 他要回旋支的时候 大概95%的加载 所以那原则上是 他几乎快塞两条血管 那之前除了不良生活习惯之外 他以前就有一点点症状 那原则上这一次他就是寒流来 那一天刚好寒流来 所以他觉得冷 冷一下他觉得心脏开始很不舒服 所以当我们在突然的温度变化的时候 一直低温的时候 血管会收缩 这时候特别当心 所以那个时候保暖工作就特别重要 对 我常常会跟病人讲 尤其你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是你本身有放过支架 或是你有三高病死的患者 你有被确诊说 你有可能有血管的疾病的患者 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 要特别当心 尤其是在这个寒流来的时候 或突然温差剧烈的时候 或者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保暖 泡脚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 古人说头仪常冷 脚仪常热 因为脚就像我们一个树根 张管我们全身的元气 以全息率而言 我们脚底是分布很多 五脏六腑的一个反射区 而且那个经络 12条经络就有6条是分布于足部 所以适当的温度 适当的时间泡脚是对养生有帮助的 泡脚跟泡澡一样 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大家注意就是说我们的水位最好不要太高 大概就在内脚踝上四根指幅 那个地方刚好是我们一个重点穴道 三阴焦的位置 OK 然后温度大概39度到42度 就是比我们的体温再微微高一点 不要到烫伤的位置 一般来讲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 避开吃饱饭的时间 我之前有一个老爷爷 他心脏会有一些问题的心脏疾病 他已经做过支架了 然后常常来中医做一些补气血的调养 那他去年冬天的时候呢 全家都带去日本旅行 然后呢就饭后大概没多久的时间 大家想说我们去泡温泉 他自己也知道心脏有问题 不能泡温泉 看着家人这样泡 他心里会觉得说 他在日本天气很冷 手脚冰冷 他也想要泡泡脚去做一个养生 于是呢他就跟饭店的服务人员 要了一个大木桶 那个木桶的高度呢 就已经到达他的小腿膝盖的位置了 然后他的水又放得很热 他两只脚一放下去之后 结果泡了大概五分多钟 他整个血压就下降 因为他刚吃饱饭 他刚吃饱饭没多久 全身的血液已经聚集在胃里 又泡脚下去 然后全身的血液往下降 相对性上半身就缺血状况 他大概泡了五分多钟 觉得眼前一片黑想吐 他的家人赶快把他拉上来 让他躺下喝一点热的温水 还好在国外并没有产生 危险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并不是泡澡才有危险 太深 就是说你泡脚拍得太深 温度太高 其实也会有一些危险性的状况 那还有一些族群必须要注意 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族群 或者是癌症的病人做完化疗之后 这些族群他们对于末梢 对于温度的感知 都会比较迟对一点 或者是有些伤口容易感染的话 那千万不要用泡脚的方式 可以用一些熏针的方式 可能会比较卫生安全 那或者是说像一些 比如说皮肤病啊 脚规律有一些 有一些皮肤病的患者 那个跟糖尿病的 有伤口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到热水为主 而且罗医师 这个现代人的无名病当中 其中一种自律神经的失调 一旦失衡 这一类的案例 四肢冰冷的状况也可能发生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 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自律神经失调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病 它是一个症候群 一群的一个症状 那主要是跟我们环境啊 压力啊 个人的生活体 就体质还是有一点关系 那我之前有一个 大概三十几岁的一个 他是一个上班族 做业务的 那他一年前 因为公司职业 职位调动 他从南部调到北部 那他调到北部之后 大概渐渐他发现 他有一个失眠的问题 睡不着 那他就其实都去求整个 各个科都去看过 可是也找不出什么问题 那他后来就想想说 那不然看一下 新陈代谢科门诊 那其实问起来他的症状 他说其实他的新陈代谢科的一些 可能会抽的血 其他地方都有抽过了 其实都正常的 没有问题 那我就问他说 他大概有些什么样子的症状 他就说他可能耳鸣啊 头晕头痛啊 肩颈酸痛 那偶尔有可能胸闷心悸 手抖 就是手脚冰冷 到睡不着 那或者说 那睡不着是怎么样子 他就说他其实常常 他睡入眠是OK的 可是他睡到一半 可能好像就觉得 手脚都很冷 很冷到他觉得快醒快醒 所以他赶快就想办法 把那个脚用棉被包起来 所以他处于一个 半梦半醒的状态 就一直都没有深层的入眠 导致他白天精神状况都不太好 所以有点压力 我要说 那你是不是因为 职业调动的关系 有点压力 他说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南部的脚步 比较没那么快 那来到北部之后 大的脚步都很快 他其实有点适应不良 所以我跟他说 你其实是一个 类似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那我们自律神经 其实最大的大概就是一个胶感 一个副胶感 胶感就是一个油门 缩血管 那副胶感就是一个刹车 他大概对我们血管 他会放松 所以他大概如果 再没有办法做一个 很好的调节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有 这些症状跑出来 那大概就会建议他说 看你能不能就是 稍微让自己的生活压力 不要那么大 或者是做一些规律的运动 或者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不如睡觉前 可能做一个温水泡浴 就是泡一下脚 像刚刚云医师有介绍 大概就是这样泡脚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那他其实后来是怎么做 他其实后来说 他交了一个朋友 那两个人一起去运动 大概就是每个礼拜 大家都会去登山 之后其他症状就已经改善了 好 谢谢罗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a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首页 同时我们的影片 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